conversions inverangr Goodman 非常非常精彩 站起來 好 非常精彩 好多的火花在撞擊 那我有三個不同的問題請教三位講者 我就先從左邊開始請教梁政賢先生 就說這麼美好的一個十年沒意見 對慈喪附近的鄉鎮有沒有任何的外移效應 尤其在同樣地理環境的華東鄭鎖骨 有沒有青年返鄉 有沒有外移的人口 這個是很實際的 很想知道 不是光慈喪好 然後慈喪附近的人也都受惠 第二個是 我們可不可以讓梁大哥先回答這個問題 我就一口氣問完了好嗎 這樣也可以先想一想 我們記不得 你不用記他的問題 對你只要記自己的 然後想請教林懷銘先生 就是說跟慈喪有這麼美好的相遇 那今天你邁入你人生的另外一個階段 那要怎麼樣延續這個美好的相遇 對慈喪你還有什麼樣的規劃 或是願景 那最後李小姐 就是說台灣好那麼棒的基金會 像這樣子慈喪這種十年 把它創造這麼好的地方創生 那目前你們在其他的鄉鎮有沒有同樣的規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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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致上講一下這十年來的改變 因為我本身從數字來講 大致上就比較精準 你可能會問我說多少人移近多少人移出 現在沒有辦法 所有的鄉鎮共同面臨的問題 走的人比出生的還要多一點 所以說人口我告訴各位 實際下降只是快慢而已 這個沒有辦法 可是哪一點有差 有差 經濟有差 我們在六年前來的時候 因為農民周轉我就比較清楚 因為他還沒有割到之前 他就不習慣去刷卡 因為農民不會刷卡 他就來我們這裡借個一萬兩萬 這個就是短期的周轉金 六年前到今天降了90% 喔 為什麼 我不太清楚 他不必借錢 不是 他不必借錢 所以說我們農會現在都是在衝刺 供銷業務 信用部賺不錢 這是最大的差異性 也就是說其實他的整個經濟 其實是有改觀 我用這個數字來講 至於隔壁鄉鎮會不會有外溢的問題 其實實話講 池上股價守住了 他們一樣還是下跌 因為我們是池上民 他是地上民 博山修江 其實很有趣的事情是 像這裡面講台灣好像雲門去演出 不是去演出 第一次去的也是 我們是把整套的在 在兩廳院廣場的戶外的經驗 通通帶去的 所以也可以訓練義工 注意到這個 注意到這個 所以等於是雲門去舞台大了 座位多了 但是還有一些know how 是雲門累積出來的 然後重點是 今天我們 這回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技術人員帶了三個就完了 以前是雲門去的時候 幾乎整個雲門 將近一百個人過去 第一次的時候嚇死人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這個東西就慢慢慢慢累積下來 變成池上本身的一個能力 我想以前都是台灣好主導 那現在呢 現在我們就是希望把know how留在地方 那地方的賠利 人才的賠利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經過了三年跟協會一起的 攜手來轉移這個know how 所以現在凡是執行層面的幾乎協會都可以處理了 那我們就是在背後作為一個協助 以及在擴充其他資源的一個單位 然後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在跟他們說明年要演什麼 總是要早一點弄 他不知道要協會決定 不是台北人劃去劃都說什麼人來 是協會裡面決定 然後聽說你們還會去問年輕人 希望什麼人來演出是不是 我們現在是分八個組 文化藝術協會是分八個組 當時交接的時候跟台灣好交接 就分八個組 有票務 行政 公關什麼 就是分八個組員去交接 當然我們如果一個節目要徵選的話 還是要問各個意見 不過他們喜歡的一寫出來就知道年齡了 我們寫的他不太熟悉 他寫的我也聽不太懂 所以我剛剛說解言真好對不對 好 那麼我年輕的時候不小心去創辦雲門 一直自願留營 所以你剛剛的問題就是說 我跟慈善這麼要好 然後下面怎麼樣 我想我很願意去慈善 去蹲點 去耍廢 在那邊走來走去蠻好的 所以我將來可以說我會慈善去台北 我想我要講的這個事情是一個影子 事實上剛剛梁大哥在講說人口外移的事情 可是人口天龍國這些地方來的人 也是有的啊 對不對 香港的人進去也有啊 他們在那邊 譬如說有一位建築師 他去那邊然後給自己蓋了一個房子 然後就住在那裡了 他說我用電腦來做所有通訊 然後如果真的要開會的話 我泰魯閣號一天來回啊 我為什麼不需要台北 所以這種人也許會越來越多 然後有些這些人進去了以後 他們也就是外來的做各種行業的 基本上年輕人 他們也組合起來 他們會說一個禮拜有一天 是要去做整個環境保護的 去撿垃圾的 他認同慈善 因此搬去慈善 然後就做這些事 然後我在有一個 慈善很奇怪 我碰到一家在台北 他說在米其林級的那叫什麼店 有一個餐廳 有一個餐廳 對 對 對 他們不是台北的大餐廳的 然後為什麼去慈善呢 所以他一直在餐廳裡面工作 然後抽菸機 然後有很多菸這些東西 他就是一直呼吸一直有問題 去慈善去兩天就沒有問題 然後這都去幾次以後 他說那為什麼不搬過去 他們就搬過去了 然後也種了一塊地 在自己種自己的稻子 然後就在那邊你去訂他的餐 你不可以order 他那天給你什麼 就是他的創新料理 所以很多事情 就實際上被看見 他有那樣的一個 像梁大哥這樣的一個 容量 可以擁抱 所以外面人就可以進去 去做這些 那這些我下面 我最有興趣的事情是 不是最有 就是新的興趣是 看這些移入移民到池上的 這些專業的人 他們是專業的人 那十年後 會給慈善帶來什麼東西 另外我也聽說 慈善的國中的老師跟我說 有些畢業生 他已經畢業了 可知道 又有這個義工的需要 知道又要秋季公園 秋收公園 他們就會回來 一起參加 或做小組長 那也有很多 我不曉得數字是多少 就是說 因為這些活動 本來是過年 除夕才回來 過年 或者是家裡的事情 他們就多了一個事情 然後帶了朋友 然後邀請青春五十來 後來大家都吃飯 所以這個活動 藝術這個事情 帶動的是人跟人的這個事情 所以我想 我很願意回慈善 以後少到台北 這就是2013年的國中生職工 去年又回來了 所以他們就持續了20歲 每年都回來當職工 20歲 對20歲 第一年是2013 15歲 那剛剛問的就是 到底台灣好基金會 把池上經驗有沒有做一個轉移 這個是我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尤其現在又要推地方創生 所以大家都來問說 那你要不要把這個池上 拷貝到什麼地方 拷貝到就是複製就好了 大家常常會用複製的概念 但是我要說的是完全不可能 那所以在我們過去的幾年經驗裡面 我們有在苗栗 我們進到苗栗 苗栗也是個農業為主的縣市 那我們推的是食農教 以食農教育作為基礎的地方創生 那當時我們見到苗栗的時候 苗栗就說 來辦一個苗栗秋收吧 那我們就說 苗栗的景觀跟池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選擇食農教育作為基礎 那我們在屏東 那大家就說 那屏東很多原住民部落 什麼叫神農計畫 神農計畫 神農計畫我們認養了11所小學 在苗栗的偏鄉小學 那我們希望透過有機飲食 透過孩子們吃這個有機飲食 去跟他的故鄉的味道做連結 第二個土地教育 我們幫一個孩子 幫這個學校開一個校田 那透過所有農事的種植 就剛剛梁大哥講 在福原國小也有做 就是透過所有農事的種植 讓孩子們跟土地 跟自然 跟環境 做一個生活上的整合 那同時這個整合 還可以跟他課堂的教室 例如說自然課 社會課 以及語文課 藝術課全部做一個整合 變成一個跨領域的學習平台 以及最後 最終 在偏鄉 他其實需要的是 家鄉的認同 他認同他的家鄉 他以他的家鄉為榮 他才有可能在以後的日子裡面 會回到他的故鄉 來為他的故鄉 貢獻 所以 我們透過有機飲食 土地教育 以及家鄉認同 這三個核心概念 在十一所小學裡面去推動神農計畫 那目前為止 這個小學都成為社區的引擎 因為這個小學整個動起來 所以所有社區的老人家 爸爸媽媽 都來參與孩子的教學 因為他們覺得 為什麼我小孩在家裡沒種田 到學校來種田 他在學校種田 為什麼他在學校吃青菜 他在家裡不吃青菜 所以父母都產生了非常大的好奇 當他看到孩子在 他進到學校 眼睛是睜開來 是發亮的時候 他們願意參與學校的所有活動 所以 學校成為社區的引擎 這是我們在苗栗推的計畫 那透過神農計畫 去跟回鄉的青農 青年農夫們 透過神農計畫這個小學的平台 去跟回家鄉去做文史 跟社區工作的年輕人 年輕團隊 以及回到故鄉去創業的年輕人 他們都進到學校 成為這個教學平台上面 最重要的一些教學的資源 那這是我們在苗栗做的事情 那在屏東 因為大家知道屏東有很多原住民 所以就有人用我們說 那要不要來開個鐵花村吧 所以每次都問 那我們在屏東是進到潮州 那也終於回到我們董事長的故鄉 因為他在池上磨劍 磨得差不多量了 他的劍量 所以他覺得他可以把很多的經驗 做一些轉移 所以我們就真正回到潮州 在潮州我們就用創新教育 去希望把這些潮州跟南州 這種比較邊緣的小學 希望用創新教育 因為他們接觸不到 他們在台灣的最南端 接觸不到這些創新教育資源 所以我們希望以創新教育資源去翻轉 他的城市跟鄉鎮 所以在每個地方 我們的意見是說 到每一個鄉鎮 一定要先去理解那個鄉鎮 他的優勢跟他的劣勢 在他的優勢上去開始 在他的劣勢上去翻轉 那這樣子才有可能 真正的可以讓鄉鎮 找到他自己 覺得他自己最有力的發展 以及這樣子的事情 才會在地方上永續 就像慈喪一樣 如果不是鄉鎮認同 這些事情 我們走了就沒有了 剛剛這邊有一小姐 還是我們都已經回答你的想問 是 站起來 那我第一場是看了優人神谷 我非常的感動 我後來又去看了500那一場 可是500那一場 我有一點點小小的意見就是 我看優人的時候 我坐在非常後面 可是我覺得那個感覺 是非常開闊 非常舒服的 但是我去看500那一場的時候 因為可能演唱會的需求 舞台上面有很多的道具 然後就是有個區塊 一個區塊都擋到了 然後我的座位那次 反而是在比較前面 可是我們整一區 好像都視野不是很好 沒有辦法看到舞台 結果整一區的觀眾 就有一點躁動 所以那一場 是我覺得比較可惜一點點的 這是 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給 就是單位建議一下 就是說 那個 舞台的一些佈置 或者是座位的話 有時候可能會 影響到那一次的 一個整體的感覺這樣 謝謝 謝謝 確實那次的舞台 因為這個演出團隊的意見 所以他把舞台拉前 可是他可能沒考慮到 觀眾的視角 所以當我們到的時候已經 當我們發現的時候 已經沒有辦法移除了 只能在最後就調整 確實是有這個問題 我們有檢討 然後也有跟協會一起修正這個部分 而且那次是一個偉大的事情 大家都在那裡 站到整個台都一直有 就是觀眾席都一直有 因此 十年末一件 就新的 所有的架設觀眾席的那個整個 從工法材料什麼 連椅子都是新的 真的 了不起實際上是 一有什麼事情 就馬上就反應 就往前走 真的 非常謝謝 其實我們每年結束以後 整個合銷完畢以後 我們一定開檢討會 我都還記得 我們當時 今年開了 我們紀錄24點要改善的 我們可能會面臨新的問題 可是我們承諾 下一次這個24點 我們會把它改善完畢 這個不會說只是一場活動的結束 我們一定開檢討會 記錄起來 我們明年一定把這個東西改掉 謝謝 我絕對相信 為什麼呢 公司要去拍雲門 它是希望能夠有 CAMERA去對著舞者 這樣的一個鏡頭 可是CAMERA站在那裡 它會 從這個懸崖的邊緣 跑出一個頭 跟一個CAMERA 梁大哥說不可以 那他們說 這全國不會 不可以 因為遮到第一排的人 所以我這個 台北笨人 我說 很簡單的呀 我們挖站好 就往下挖啊 結果 去到梁大哥在那邊說 那頭軟到要爬去 你要幹什麼 然後在下雨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所以真的它在意的不得了 這種事情在意的不得了 那熱門就是那些 唱歌的那些器材那些事情 那是真的另外一個事情 說不定他們要另外做一個架子 在填旁邊要怎麼做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要重新 在這個基礎上面來設計來改善 好 下一個問題 沒有啦 要回家了 是 小姐妳先 沒有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梁先生 或者是台灣好基金會的李小姐這邊 就是在整個池上的發展 不管是從米的部分 或者是到活動的 就是到現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在池上香那邊主要跟 在發展的過程中 有跟工部門的部分有 直接有過接觸或是協助嗎 或者是他們有主動的去 關心這些活動嗎 就是我想知道說 在這個過程之中 工部門它不管是其他的工部門 在這個作用之下 是不是有Push更多的推動 或者是有影響到一些 不管是中間比較難度過的部分是什麼 跟能夠協助你們推進的部分是什麼 謝謝 過去的十年 只有在第十年就是去年 真正你所謂的工部門的資源有進來 就在那個時候去年而已 其他前面的九年 其實都是地方鄉親 跟台灣好基金會為主體 再去發展所有的計劃 那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所有的計劃會帶來 什麼樣子的結果 也沒有辦法告訴政府 這個結果 會可以量化成多少的人數 多少的收入 那我們做不到 所以我們就乾脆把這個都放一邊了 所以靠我們民間的力量自己來 但是很重要的是 地方的鄉公所 鄉長 它其實是我們在地方上推動這些事情 很重要的一個中間的緩和計 那它可以去協調一些在地的事情 那我們不方便 因為我們是外地人 那鄉親同意了 鄉親認同了 鄉親願意推動了 所以梁大哥就出面 然後跟鄉長 大家一起討論 看如何去化解掉一些在工作上面的困難 那其他的資源的話 就是到了去年的這個 鄉長秋收稻樹節的水保局 因為他們有農村 農村再生的這樣子的一個計劃的發展 所以有補助了一些錢 希望能夠把鄉長秋收 納入他們大地糧倉 整個大系統活動裡面的一個 去加持他們的那個大地糧倉的品牌 所以我們就同意了 因為大家一起好嗎 我們文化藝術協會要接的時候 當然也是會考慮到 點點自己的金糧到底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說我們還沒有成立之前兩年 我們就開始說服請鄉公所出來主導 鄉公所不是拿錢 他是負責協調 就農會跟我們辦比賽 在鄉內辦比賽 大概一起有2萬包的冠軍民 當時我們販賣所得50% 發獎金給農民 那我們農民大概領170萬的獎金 這個部分要先給 如果有結議的話 我們就70% 輔助在修熟的活動 30%是給福原國小文教基金會 作為教育基金的區塊 所以說我們那個時候花了兩年的時間 在文化藝術協會成立之前 我們先跑了兩年 因為知道這件事情會發生 所以說這樣兩年的努力下來 我們成立的時候 就已經有300多萬的協會 文化藝術協會已經先有310萬的費用 來作為我們創會的一個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就覺得 我們還可以過得蠻 不會那麼窘困 我們相公所真的沒有辦法自應我們 因為他老是說一個活動補助2萬塊 我實在有點麻煩 所以說我們都不太敢干擾他 那事實上在池上的很多活動裏面 不只是台灣好 還有像富華 因為我們也是找了很多社會資源一起進去 像池上藝術村跟池上藝術館的整個費用 就是來自富華投信的杜俊雄董事長 他是台東人 他讀寶桑國中 另外像我們池上秋收到衰術節 也有像合作富邦等等的一些基金會 有支持我們做這些事情 我想這個事情是 不是從寫一個策劃 然後這些事情 是做出來了以後 當然有人喜歡問雲門怎麼募款 我說我不知道怎麼募款 可是你必須把 你認為可能會對你產生興趣的人 做到戲台前面 是看是作品 他不喜歡他憑什麼要參加你這個活動 那池上是做出一個樣子 大家去看他有他的感動 不然不會做這個事情 那麼我們剛剛講說很多外遺的 進來的人 那也是因為他去了池上有感動 所以像剛剛李英平講的說 去了池上大家就變成朋友 而且常常回去visit 每一個去池上的路客都有他的朋友 梁大哥家的客廳現在變成兩岸交流 是嗎 哈哈哈哈 可是這個在這個時候沒有什麼兩岸 他就是 你又來了 他又來了 他又來就趁人家 他又喝喝茶 很多人家 我要講的是把他誇張的 什麼兩岸 台北的 台南的 像池上書局 有兩批貓 然後大家去了就去看貓 去池上必須去跟那個貓講話 就是這樣 所以一年會回去 一兩次也有 這種人什麼樣的人都有 所以事情做出來 很重要 好 我們再來回答一個問題好嗎 最後一個問題 好 你剛剛也就舉手 對不起請 請 真的非常感動 不過前 就是說 過去十年我相信有很多的酸甜苦辣 那可不可以請每一個人 因為你們做了十年 每一個個人 對個人來講 現在 你最感動的事情 會讓你 這個 你的動能 持續在 不斷的做這些 貢獻 或者持續做這些project 那 我是說你們個人 以個人來講 謝謝 其實如果你把事情看得很簡單 我相信它本來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 慈喪是怎樣 我們覺得做任何事情本來就是很簡單 反正鄉下也沒幾個人 真的 你來慈喪我們辦任何的活動 上天下海 你只要說得出來我們絕對做得到 為什麼 因為我們都覺得這個很簡單 不難 你說如果說經費不足怎麼辦 像今年 我原來也沒有料想到 我們慈喪農會總幹事 油總幹事 就問我們說 你們去年那個米 賣賣怎麼樣 我說賣賣就捐給學會當作基金 他說那不然今年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的米來捐給學會 由學會來賣 我們去年賣38萬 今年賣到83萬 真的啊 其實好事真的一再發生 我真的沒有開口 是他主動開口 幫我們協會 我覺得說是我們協會給他機會 真的 因為他到第10年終於感動 所以還是事情要做出來 做出來就有了 那我感動的事情 我們同仁告訴我 我們在中正紀念堂年 戶外演出那個叫做 《關羽島嶼》的時候 如果你在現場買票 買那個林懷民捕作精選的票的話 你可以八折又淡 我們同仁說有一個太太在那邊 衡量了六百八百 她衡量了很久 到最後她決定買一千二 她是在街上賣玉蘭花的一個太太 她到最後 她說那貴 她說 過來就沒有了 我就要買了 所以這樣的動力 使我們往前走 那當然去慈善 就說 你當時還要回來了 對 自動車停來說 你當時還要回來了 再來另外一個 再來說 你當年回來了得不好 OK 所以這些事情 就像我們很鼓舞 就可以繼續往下 因為我覺得我們是 還算有用了 我覺得台灣到處都是寶 反正來到台灣沒有人 不會不喜歡台灣的 這件事我一直相信她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我有一個香港的朋友 他是銀行家出身 在香港有她的社會地位 就是鼻子很高的那種 那她呢 聽到我說慈善 她也沒來過 她也沒看過 她只看 我給她一張照片 她就說 那我一定要來看看 那我就幫她安排路線到了慈善 認識梁大哥 她來參加了秋收之後 一個月內來了三次 都在梁大哥家的客廳 而且呢 她最感動寫的一個最長篇的這個 專欄在她的這個 在香港最重要的一個媒體 叫《明報》上面 她寫什麼事呢 梁大哥叫她怎麼洗米 連洗米這件事情 都可以成為台灣 最感動人心的 一個 她的人生的記憶 而且給她非常大的啟發 那就可以想像得到 台灣 不光是池上 她遍地都是黃金 她什麼事情都可以 可以對於華人世界裡面的 每一個人都產生不同的 這個啟發跟想法 那所以梁大哥真的是我們的寶藏 時尚也是我們 真的能夠代表台灣 一個很重要的品牌 的確是這個樣子 是大家一起做起來 都希望在台灣南台 今天來一起分享 這個我們自己的一個故事 然後真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可以做起來 但是需要時間 需要真正的相信 梁大哥最棒的這件事情 報紙應該投題說 所有的事情都是簡單的 對不對 只要你願意去做 謝謝大家